孩子们来吃饭啦 我们不能吃 孩子们来玩游戏啦 我们不能玩 孩子们来选玩具啦 我们不能玩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孩子们都这么奇怪 我要去问问发生了什么事 小雪 是不是你不让你的弟弟妹妹们吃饭玩耍 什么啊妈妈 我没有那样做 奇怪 不是小雪的话 那是怎么回事 我听见小贝姐姐说什么 不让吃东西不让玩游戏之类的话 是吗 看来是小贝对孩子们说了不好的话 我这就去找小贝 小贝 是不是你对孩子们说了什么不好的话 所以大家才不敢吃不敢玩的 什么 王冠阿姨 我怎么不明白你的意思啊 可是小雪跟我说了 听到你说不让吃不让玩 你说这个 小贝 你怎么又在玩游戏 零食还丢了一滴 阿姨妈妈我就玩一会儿 不行你快起来收拾 不许玩游戏 天天这要算什么样子啊 难好个 哼又不让我玩游戏 又不让我吃零食 大宝在家里最自在了 还是胖阿姨好 小贝姐姐你刚才说什么 没什么小雪 好吧那我们快去上学吧 我说的是我的妈妈 好吧原来是这样也不是小贝的话 那孩子们到底是怎么了 王河阿姨我知道是谁这么做了肯定是大宝 我上次看到大宝对弟弟妹妹们发脾气 还说让他们离开什么的 原来是大宝 我这就去找大宝看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大宝 是不是你对弟弟妹妹们说了不好的话 我 那不是我的错 弟弟妹妹们 我来给你们发宝宝奶了 小小雪 给你 谢谢大宝哥哥 小小贝 给你 不要 我要蓝色的宝宝奶 有什么 这个蓝色的宝宝奶是我的 快点快给我 不要 这是我的 我的作业 你们干嘛 我讨厌你们 不搞不容易再写完的作业 你们这样子没人会喜欢你们的 是他们先破坏了我的作业 大宝 你真是太过分了 你怎么能这样对弟弟妹妹们呢 妈妈 你不要蓝色的 是我们的错 是我们太顽皮了 弄定了小雪姐姐的蝴蝶蝶 还弄脏了小贝姐姐的蝴蝶蝶蝶 还有大宝哥哥的作业 都是我们的错 所以我们才什么都不玩都不要的 你不要怪大宝哥哥 原来是这样 没关系的 我早就不生气了 太好了 那你以后还是我们的好哥哥 小小雪说的对 小朋友们 你们有弟弟妹妹吗 你们喜欢你们的弟弟妹妹吗 快在评论区里告诉我们吧 小雪 静子 居住 在这晾 静子